运动 只要我们多留心观察周遭的现象 你将发现许多有趣的画面 注意路旁的路灯 地上的白线 以及马路边的椰子树 由于路灯和白线的间隔都相等 因此等速现象表示相同时间移动了相同的距离 由于速度包含快慢和方向两个因素 所谓等速度运动 因包括运动快慢和方向的保持不变 快慢相同也就是速率相等 方向相同 意味着运动物体将沿着一直线前进 我们再以电脑模拟等速度运动情形 将此打点情形描绘位置时间关系图 也就是XT图 相同Delta-T时间移动了相同的Delta-X距离 随着时间增加 位置坐标也累加 相同时间增加了相同的位移 XT图乘一直线 移动位移Delta-X除以时间间距 Delta-T后就成了速度 我们用来描绘速度时间关系图 由于相同时间移动了相同的距离 各时间平均速度都相等 VT图是一条平行X轴的直线 速度乘以时间表示移动的位移 也就是S等于V乘以Delta-T 在等速度运动的VT图中 速度相等 随着时间增加 位移也增加 移动位移恰等于VT图与坐标所为的面积 感谢观看